聊起跟爱期待S的重逢过程 害羞的脸红 还不好意思看向好友留在喜 直到20年后 两人再续情缘格外珍惜 聚剧夜首度澄清 当年被舆论逼到分手 没有对外说明恋情 让大S独自扛下花痴的骂名 分手时两人抱着彼此哭了一晚 最后是女方送她去机场 两人就此分开 坦言老天再给一次机会 绝对不会选择离开大S 藏不住对老婆的喜爱 她还首度曝光两人登记结婚的合照 两人非常合适 大S搂着聚剧夜的手戴上白色头纱 一字领上衣搭配黑色长裤 聚剧夜则是一身西装 彼此甜蜜亲吻 她还秀出夫妻俩手上的无名指刺青 炫耀老婆美得像天使 节目播出以后 创下一个多月以来收视新高 同时段排名第一 小S的化妆师好友 还在深夜晒出小两口在家举办的小型婚宴 只见大S露出背上的刺青 她紧紧搂住聚剧夜 虽然男方没有露脸 不过感动之情可想而知 而在婚宴上受邀的还有黑人及泛泛 共同见证这场横跨20年的浪漫婚礼 TVBS新闻庄前洪廷泰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